大家好 今天是2月4日 星期四 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早要預調整 曾經日中跌過五百點 不過收市收窄到不夠二百點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見到很多北水受惠股份 今早癌股有些美團要跌半成 但美市跌幅也要收窄 看到北水 其實就是過年之前 有些減倉的部署 因為下星期二開始 北水不可以南下 要放一個長假期 但你見到今天 北水的成交 大致都是佔整體成交 兩成七左右 成交沒甚麼改變 不過淨流入就由平時的一百六十億 變成今天只有六十億不夠 即是說 成交是有炒的 不過是流出走人吃虎套現的多 不過上午 基本捱過了沽壓之後 恆生指數在下午 首為收窄了跌幅 明顯本地的資金也有支持 兩千多億左右的成交 本地的資金 將個別的成份股和指數都托上來 恆生指數在低位 遇到一個叫做 倒營頂的第二個裂口 底部二萬八千九 是企穩了失而伏得的 這件事是值得很開心的 所以恆生指數應該只不過是一個叫做 北水沽貨少少的一個陣痛 後市後向是完全健全 雖然繼續震盪向上升 所以大家就繼續試貨 不過因為都是春節假期臨近 未必需要做太多的好倉部船 鼓勵器 高載 高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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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